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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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凉年雨 上廟下点 老和尚开始点滴 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好 大家要立个字 发个恨 不马虎 顶着得到 我天天都要吃饭 不吃饭会饿死 吃了饭只要努力秀万恨 我日日必须要念佛 不念佛 不是法如 法身就不会复活了 三界无岸 犹如佛宅 就只有靠你自己寻找出路 要到哪里去 这个世界其实是找不到处理路的 就只有依靠弥陀大慈航 航到西方极弱世界去 西方极弱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阿弥陀佛 才是我们真正的大慈父 有很多人问我 念佛怎么会越念越烦恼 此时你们没有真心去念 还在想烦情 那当然会越念越苦劳 听我说 首先甩掉所有烦情 胜大惭愧心念 念久了 烦情轻了 那就有说不完的快乐 还有一样事情就是 心不清静去念佛 佛怎么会念得好 就好像雾主邋遢的手 怎么会做出经节大漫团 只是又难怪有那么多人念佛 有几个人真的能够得到 念佛的利益 那不是佛不宁 只是你心与佛不相应 都是烦情心 怎么会赶佛国呢 听我说 将所有凡族心卸下来 不后就能念得好 好极静 好暗响 我们要发大心 大心就是佛心 佛心就是大心 怎么大法 没有变弃的大 大心念一句符号的功德 不但自己受用无穷 一切众生 皆能蒙受利益 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念佛的方法 到底是怎么样 身在佛堂 性还在想家庭的凡事 这不是念佛 这是念凡情 念成老 那烦恼怎么可能断掉 身心如何能清净记载 所以你必须要用清净心去念 念佛人 以念阿弥陀佛为真恨 重要在信愿求生西方 唯有生西方 一切福慧才能圆成 度圣者有真本钱 以念观世音菩萨为作恨 求现前才能够逢凶化吉 修到不能有障碍 佛号共德不可思议 念佛时 凡复心融入万德圣号中 接受万德圣号的供德 就可转凡为圣 把凡复心转为圣贤心 以圣贤心来念佛号 你看这供德有多大 万法无常 业障也不是永久的 随时在变灭 但因缘生还要因缘灭 到底有什么方法 才能够消灭业障 告诉大家 那就是要常念阿弥陀佛 你真的用心去念句阿弥陀佛 就能够消灭八十一劫 生死重罪 你看佛号 功德有多强 一个人念佛 你念完就算了 那也只是一个人的力量 只是你自念自听 大众团结共修 一口同音 念圣好 听圣好 重心的力量 和和就非常大 一人念佛 念到功夫相应时 功德无量 大众念佛 功夫相应时 无量功德聚集 这大众心力 佛力和和相应 听闻此念佛 因身就能得无量功德 偏身都融在佛号的功德中 到时 有什么罪障 是不可以消除的 有什么功德不增长啊 哼 必能达到圆满所求啊 无论你有多语慈 业障有多深重 能支持一句 欧弥陀佛 就是有大智慧的光明状 而且 这智慧是尽虚空的 变法界的大 有什么深重的业障 不可以消除的 他只是怕你难夺 懈怠 不禁忌 罪障如何消除 福慧和日满 真的 真的 不可以懈怠啊 念佛的功德 不要只是故事 给自己的亲人 对其他人 全无施舍之心 这是不可以的 这完全没有发菩提心 还是一个凡夫 你想一想 自家的力量 有多大 要发菩提心 把一句圣号的功德 回向你所有众生 所有众生皆感谢你 菩提心是佛心功力 只要佛心功力够 众生就能够得到 你一切的功德 佛性者 大慈悲心呀 只要你居住慈悲 繁心就能够转成佛心吗 唯有念佛 求生西方 成就佛道 才能广度众生 圆满起碑 否则佛里 谈得多高 多远 多妙 基本上是 不切实际 不能够 就度众生 也不能够度拓自己 唱什么高调 高调能当饭吃吗 大话能当医药吗 脆牛能挡着那个阎罗王吗 想得到最大的功德 唯有念佛求生西方 正无声一人 成佛道 度众生 这才是唯一的最大 最神心的所求 舍质不求 是最愚钝的可怜人 念佛就是为了要成佛 为什么要成佛 是为了度众生 在为成佛之前想度众生 心最大睡好 那是不自事的 虽有小功 但是没有大德 成佛后 度众生才广大无碍 才能无限 无量 无边的得心应手 念佛法门是 了圣是最微妙 最高无上 最圆满的一个法门 不要念佛时 还朝三暮时的 今天修这个 明天修那个 你门门修 门门就修不好 这只是空过时间 拿自己的冰光来 开玩笑 念佛就是向造佛 一生接一生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念 就是一辅一早的课 不停的课 把信刻成一砖 阿弥陀佛来 念佛 不只是凡夫才念的 连文书 普贤等大菩萨 也在念 也都求生西方 这是佛 亲谱孙说 有经文为证 祝大臣 经论中皆有记载 那还能听 假聪明的人 下说吗 反对人念佛 求生西方吗 看不起念佛的人 轻笑人 生西方 这是磨子磨顺的行为 当心帮法之罪 大家要发菩提心 要转凡情入圣字 要以发大心 改变无耻以来的懈怠 你不发心 也在闲着 你不念佛 也在打妄想 你不识明 也在讲闲话 奈何你不改除 这个死实性的话 何时才能够 和你法身会命啊 你甘愿做成事吗 要发自诚信 念每一句符号 口要念得清清楚楚 耳朵要听得明明白白 一念如此 百千万念如此 今天如此 明天也如此 第一命为其都如此 这样念佛 您命中时 不但阿弥陀佛来介入 观音 四字 清静海中 无啥都来介入 老和尚 我也会随佛来欢迎你啊 念佛的人 千万不要问 能不能够生西方 要问的 你问你自己就可以 你静静就能生 如果你懈怠 恐怕就难了 请多返照自己 成功 操在你自己的手上 灵中作念 往往是死人可怕的恶想 变成善人的安眠一样 到底有哪一种宗教祷告他的主 能把死人恐怖难看的像 变成安详自在的好像 有没有啊 绝对没有 只有独一无二的佛教才有 这是念佛生西方的证据 铁匠打铁 你想一锤就打铁成气吗 不要太操之过急 你只要不断地打 打冷了再烧 烧热了再打 时间功夫到了 自然打成勇气 你只要坦坦然然 安安静静地念佛 乱也好 闪也好 你念就好了吗 时间功夫到了 自然能得一心 皇天不负苦信仁 虽然不能过急 但是你们也不可以懈怠啊 任何事情的成就都经过千锤百念 念佛也要经得起千锤百念的坚固性 要千念 万念 万万不可以停 要自成称念 不要今天才念佛 明天就妄想要得三昧 一心不断 烦恼来的时候 又多多念阿弥陀佛 就好像火再来了 就要用水熄灭 但是水要足够 否则杯水不能急车心 念佛得不到执经乐 那念少了吗 就好像少水 不能灭大火一样 大家要想得到快乐 没有苦劳 就要好好的多称念阿弥陀佛 念佛重要的是在心想口念而听 礼佛也都是在心想口念而听 心不得已 所以要用口儿来帮忙 更要身体理佛来笑业障 罪障消了 身口自然清净 如海风袭了 浪自然会平静 这样你就会明白了吧 念佛的时候 念佛的时候心中完全是佛 千万不要乱动 口也不会说闲话 亦没有贪嗔痴 所以常识念佛能使身口一三叶保持清净 恭喜你 你这样就快要得到念佛三昧了 为什么会打妄想 就是业障 有业障 只要多念佛多拜佛 就只有多念多拜 才可以消业障 就如大火 多水才可以灭大火 少水怎么可能呢 你不可以说水不能灭火啊 一日念佛 怎能消除你无量嗜罪脏 你要恒心常念才可 普门平云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 众生受诸苦老 闻世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明 观世音菩萨指使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到底要如何念观世音菩萨 菩萨才能够观理音声 只要耳听 心观两相细 其能感应道教 你种种凡夫心 还甩不掉的吗 天天在做罪障 怎能感应呢 希望你先求自己心生如法 发大惭愧 自成的念圣号 值得感应 只要你称念观世音菩萨 圣号的话 就能够断贪称词 普门平说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 常念共进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欲 若多称慧 常念共进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称 若多于此 常念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次 教常念 不常念三读 时时会起 所以 要时时念佛 才能对字三读 三读一除 身心清静 你就是圣真了 只要你学佛得到相命 念佛 念观世音菩萨 只要你得到相命 那一种伐喜之乐 费事须之欲乐 可相比 念观世音菩萨 就要发 观世音菩萨的 大慈大悲的心 救苦救难 你想要观世音菩萨 想救你 你也应发菩提心救人 这是有什么因 就有什么果 无因就没果了 我们不能老是 仰着手 接受人家的东西 也要敷着手 施舍别人家 这才有福 要多念观世音菩萨 求菩萨来大慈大悲的 加倍我们 不要再老害众生 要惭愧自己 福慧不够 不能度众生 还要老害众生吗 否则贫穷 无福 无惠 好像面上无光 那是那么的寒羞啊 如果你要想真正的报经 一切人世之恩 一句符号 回向大家同生西方 这是不难的 你认为自己没钱吗 你认为自己没保吗 此时你有无上保啊 那就是弥陀身后 称念身后是无漏共得 能得就紧解脱 你就以此共得 故事众生 回向佛道 将来大家同成佛 那多好啊 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是要成阿弥陀佛 心执事佛 念观世音菩萨 就是要成观世音菩萨 自心观音 这非妄词专大 是本体与佛 平等所应得的 千万不要放弃 放弃就太可惜了 念佛能成佛 要好好的念 让自己一天天的借进佛 你就赚贵了 赚贵了就受人家恭敬 那你要弘扬佛法 度终身就不难了 没有真正的大本钱 只能买到名贵的珠宝 想求世间一切人事成就 也不能少了成敬之心 何况 想念无上钻柜子圣号 若不用全成共进的心来受此 怎能得到无上之功德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必须要是有成敬心 成敬心念佛成佛 好好把握成敬 两个字 切实奉行 佛号是万德庄严 无上之宝 草票美金是凡间之宝 生死之根 怎能相比啊 你明白了吗 那你就应该 非常积极地求出世宝 但是奈何 世界上的人总是那么笨 把黄铜当作金 以为是法就是佛法 又将黄金作统 又把佛法 以为是世界上的法 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佛法的证件 大家学了佛就只有佛法的证件 只有佛陀的观念 佛陀的观念就是大功古师 利益一切人 不残害一切众生 有了佛陀的观念 就能斩情绝爱 以自己了生死为第一钥匙 也以大家都能了生死为第一钥匙 舍持第一钥匙是蒙修 没有佛陀的知见 就会以私心做事 只为自己造成不公平 不公平是小人的作为 哪看为佛弟子呢 佛弟子是转凡情 大功无事 以这样的高尚观念来安定人心 哪有世界不和平呢 佛法绝对是慈悲 绝对是有感应 但是要按照此地 一步一步的来 时间还没到你想一没有 时间一到你不想它也有 苦落果报一切如此 你放心好了 因果是不会有错误的 修佛法得不到感应 不要说没因果 怎么会没因果 万万不能胡说乱言 得不到感应 那就是因果 那就是因果 为什么 因为你的因缘方法没有做得好 那这不会有感应 只要照一定的方法去做 此早一天 皇天不负苦信员 会满你愿的 只要你因缘做得好 不求果 果爸自然会有 记住 有因必有果 自己的因缘造不好 想求什么都是妄想 你虽然有米有菜 却不会催煮 你也煮不成可吃的饭 知道吗 任何的事情都有它的势力 因缘 食节 果报 只是佛恐惊言 欲数则不得 千万不能超时过急 实践到了就要效果 但是要注意 因缘 若不妥善 众百万年 食道也没有果报 你应该要知道的 修一份因 赶一份果 无因赶不到果 因果不会亏人的 也不会侥幸得到 你安安闲闲 修善因断恶果 一定终有一天 得到大自在 原成佛道 因果不会亏人 再硬上多用一份力 我上的硕大前美就不同 希望你们善于修因 但是耕耘 功夫用的坦坦然然 安安安静静的 身心就不会疲劳 求之过之 不仅用功感到辛苦 又把身心持坏了 反而阻碍用功 我跟你说 修行懈怠不可以的 太静静也不可以 要不急不还 保持平静暗康 保持横藏心紧 这才是用功之道 修行不是要你跑得快 只是要你保持 一定的步伐速度 持之以行 欲数则不达 所谓无一苦行当远矣 有益之苦应奉行 无益的苦当然不要受 受苦能得到解脱的话 这个苦值得受 应该吃的 在世间吃苦 得不到究竟暗乐 那是从苦入苦 学佛虽然有苦 那是从苦而得到解脱 为了事件事业 出事件到业 就不能怕苦了 而且更要找苦来吃 才能够得到解脱 度众生是要吃苦的 但想到将来 有成千上万的人生西方 成佛道 吃这果 太值得了 希望大家 发大无畏 振作起来 淡喝起来 世间的事 可能会累死 在佛堂里 修行绝对不会累死 如果你真的在佛堂里面累死 那恭喜你了 阿弥陀佛来见你 拿脱好了 我们无始以来 不知丧失多少无畏的生命 现在 一修行用功 就怕死 那你不是高气 是小木不可雕啊 将来你死了 也是亡死了 世间上 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呢 哪有不苦的事呢 只有经验 情历的人 才不觉得苦 虽苦 有乐 只有修行的人 多修行 多得到快乐 永无苦难 其实如果你们想到死 其他一切的什么富贵 还有什么可以希望 想到要马上死 信就不会再有支柱 就能放下一切的名利 当下就自在了 这是佛教的无常观 最基本的教理 你们要好好的把握 要常坐此观 令心道向命 就能出离生死 得到大安乐 你们学了佛 都要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 真正的佛弟子 第一件事 就是要了生死 生死了了 三切之苦才能免你 这是最重要的解脱课 这课做得好 你就能度终身 成佛也会有你份 可惜未成过 所以必须要殊求成佛 要多方面成就人 才能够大开智慧 广直福德 大开智慧 广修福报以劫人缘 那你时时自在 处处快乐 若只是非常自私 怕利益人家的话 你将如何得到有福啊 无福无会的人 是多苦啊 凡是修行人 只要此间念佛 一人修行 一人成道 无量百千万人修行 无量百千万人皆成道 不成道 那时你自己还没修好 应该好好自责 重重的自打相伴 修行首先要慈戒 慈戒清静的意思就是 千万不要做坏事 不做坏事 再修善 修善的功德 就可以完全的直举 达到圆满 要慈戒还要念佛 双管齐下 念佛的功德 可以令你慈戒清静 慈戒的功德 往生西方的品位就高了 品位高 你就可以早一点见佛 早一点成佛 早一点度众生 大家不要只认为 念佛一定要一心不乱 才能生西方 不错 一心不乱是绝对可以生西方 但是不要忘记 发菩提心 多培福德 勤秀万根 不是持戒回向西方 这也是妙法 当然 无福慧的人 做事总会比较难 但是有福慧的人 也是从一点一滴的集成 不可以轻易得来 所以你们应该努力尽尽 否则 真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你们才可以有福慧啊 现在就跟你们说 修正土法门的原则 那就是要持戒 要念佛 持戒才能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才能守戒清静 一只脚走不了路 一只翅膀飞不起来 他们都是有关联的 相互助长 人生道路 本来就弃去不平 出事之法 更是难行之道 不过 你若有深厚的善根 广大的福德 自会就不难了 做事难 有两种 一 就是你没有福 二 就是你没有会 患上有福慧的人 就一点也不难了 你说做事难啊 不能怕难就不做啊 不做怎么样去培养你的福慧 无福慧的人是很苦的 你们要开始啊 很多人跟我说万事起头难 起头之后就不难了吗 还是难啊 断恶难 秀善有难 虽然难也要把事情做好 才能按乐自在 不做好 你就更苦上下苦 在朋友之间 可能有一些好 有一些不好 千万不要藐视别人 也许他现在很可怜 可是他有大善根 大福德 只是因缘味道 就好像一颗小熟 你看起来没什么起眼 可是到了时候 他会开香花 结田果 届时你看到 恐怕就会流口水了 因为别人不知道 你自己起歪心 去做坏事的话 那种人是没救了 就好像苹果 从内里面坏出来 就不能吃 你无信作恶 被坏人拖着做 哪还有的救 就好像苹果 外皮烂的 修掉还可以吃 最怕 只是你从心中坏 自己去做恶 就没救了 你有此病吗 有的话 赶快改 有救了 如果 你想健康 信心就要安静 信心不安静 就是一个病根 心有病 身就不会健康 身有病 心也不会安宁 身心互相协助 也互相残害 但是记者 你要协助 万万不可以残害 要自求多福 什么事都放不下的话 妄想就多了 心不安静 身体怎么会健康 不健康 你的学问 事业如何有成就啊 请置心一处 心经身安 做事就要精神了 很多人问我 什么叫佛道 什么叫凡复道 好 我现在就跟你们说 被决合成 违背佛恨 禁用凡情做事 那就是凡夫道 被成合觉 合福佛恨 远离凡情 做清敬业 那就是佛道 大智慧是从哪里来的 人间求不到 一定要去佛法里面求 就是要深入进藏 才能智慧如海 从此才能广秀福德 普利众生 福报是你自己修来的 苦果也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受愿不得天啊 享福 要感谢大家 与众同乐 做人的态度 每个人都应该如此 三宝不能没有信众 没有信众 佛法就没有人护持 信众也不能没有三宝 没有三宝 他们就没有师父 没有师父 那法僧慧命 如何掌扬 所以在家出家 也是互上一拳 互伪需要 就好像儿女需要父母的教养 父母也需要儿女的孝顺 同样是人 为什么有一些人是聪明 有一些人就蠢 愚蠢就是被七情六欲所迷 心中颠三倒式的乱想 把心都想愚蠢了 变成好事不会 坏事精灵 要想好 你们就要快快写去痴情六欲吧 菩萨心是转为人好 没有自己 他自己知道为人就是为己 凡夫心就只是为己 没有别人 他以为利人自己就会吃灰 多可怜的凡夫啊 希望你们赶快觉悟 除凡情 修觉悟到罢 有人才 国家一定富强 有身才 佛教必定信 人才要训练 身才也要修持 如何叫好训练修持 则为是为父 要慈悲培养 是徒是儿 要依教奉行啊 我们现在虽然是学佛 五欲还没有解脱 来了一个厄园 恐怕就没有大智慧来看脱 脱险 在此不能不惊心啊 所以学佛道 要念念如宁深渊 如理毛病 一定要记得 要远离厄园 如果给厄园一抓住 你就跑不掉了 你当心 逆胜两种厄园啊 三宝 就是你激紧时的道量 苦难中的救命者 一定要弘扬佛法 使社会人的 正智慧 清净三宝 发心出家为生 酸扬佛法 才能度脱众生啊 怎样去修忍路 这是要消除 正爱这两种烦恼 否则 强忍 也忍不住 真的结果 只是称谓 爱的结果 只是贪欲 这称谓 贪欲 就是磨脂磨酸 杀人不眨眼的筷子手啊 佛与众生 同一个真地实相性 法杖比丘 有智慧 把自己刻出一专 阿弥陀佛像 我们却 聪明颠倒 将自己刻出一个凡复像 多冤枉 多可怜啊 改口吃树 不照杀业 这才是真正的放生 实行慈悲 施洒干怒 这才是真正的救生 叫人修行 亲生去世道 这才是真正的渡生啊 出家人要割爱此情 爱要割 如果不割的话 你就会被爱牵绊着 永远不能脱身 太可怕了 割爱是自渡 为什么要自渡 为度一切众生 如此纯高的行为 真的实在太伟大 佛法常常会讲 一切为心造 静静心 你就造成佛 软悟心 你就造成人 清静心 你就修借定会 利益人家 软乎心重 你就会害己害人 身为顶天立地的人 惭愧不能利益切人 总该不忍心害自己吧 想要面向好 不必花钱去整容 只要修 人入波罗密 见人 你就微笑 微笑的供养 就会得到对方 好像是我 看人家做好事 能欢喜赞叹 像马上就会好看 妒忌人家的好事 心生称恨 像马上就会成恶鬼 你供养佛菩萨的像 这也是修像 好断正的最好因 也不能有坏圣子 坏圣子害人 怎么会像好呢 患红大量 像才会好啊 你们以为 广庆老和尚 不会写文章 我告诉你 会写文章的教授 也要归于他 广庆老和尚 也不讲经 但是会讲经的法师 会向他顶礼啊 广庆老和尚 他不写文章 不讲经 难道就不能 度众生 不能组织佛法吗 凭他的戒德庄严 出家几十年 苦修生活经验 这些经验 就是有公恨 实行佛法 发扬广大 别人还不够格啊 他实在不需要写文章 不需要去讲经 也足够度众生啊 一般人来说 他们都知道 念阿弥陀佛 能生西方 但是念观世音菩萨 好像就不能 又好像念观世音菩萨 能救苦救难 念阿弥陀佛就不可以 这可是错误的想法 因为诸佛大菩萨 都是同等具足 慈悲卫力 满人心愿所求 如果 你能诚心一点点 必有感应 因果 你们要修好印 才会有好果 感应 你们要诚心行动 这种之感 菩萨才会给你 随性所求之音 单讲派功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你们要有信心 静静实行 千万不要携带 如果你们自己 不用供求实验的话 就说佛法不灵 这样说 你们是否犯了 于此办法之罪 如果你们用供 动力未到 难得效果 也要供不堂间 到时会有成就的 听我说吧 先烧罪障 罪障一烧 随时求随时得 水到渠成 世界上一定要有三宝注释 黑暗之中才有阳光 湖海之中才有池航 三宝之一 的身最为重要 若五身修 则无佛报 若五身则 法门无人转动 所以 在家弟子要发心 出家为生 何等重要 若葬外出家 那有何等罪过 硬光祖师 自称 常惭愧生 就是要 常常生 惭愧 我们一念 忘了 惭愧 懈怠 种种不良 喜气出来 真可怕 要常怀 要常怀 惭愧 不如意 就是你自己 夜暴所感 要多生惭愧 多嫁离 尽一烧 夜章烧 福报 你就如意 你们要注意 烧夜 不要造罪夜 你守不住 如来 境界 就是被魔战胜 只要守境界 魔鬼 阎王都怕你 不敢来 骚扰你 那你多 清雅高贵 成为天上人间的 第一等人 就只有 学佛 能够将 坏心变成 好心 恶人变成善人 世界上 当然有善人善事 但是总不如 学佛出事善好 你若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多再研究 一研究 你就享福了 夜章未消 没福报 纵然会受罚 也是度不了众生的 这是多么可耻惭愧 借恨庄严 有得恨 不管多恶劣的众生 都能调伏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佛陀无量的法门 总叫人离遇 离遇无遇 无遇则刚 用钢刀斩一切情欲 身心才会解脱 解脱才能自在啊 每一个人要能在团体中受训练 否则 顾漏寡闻 无字 容易懈怠 不经过 就算是有善根的人 环境太自由 也会很容易的堕落 下根的人 能守规则 住在好的道场 都会改变下列的时期 成为终善根 所以你们想修道 一定要按住道场 亲近良师 一半好友才会有成就 圣物医治烦恼而动 要自行心摸 自求暗乐 自成人 自成佛 俗语说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凡夫不听圣人自言 保管是一辈子的苦 还要吃到山土去 不听好话的人 又省思哦 你们在这个世界上 忙什么 为谁辛苦 为谁忙 忙得有价值吗 你们所谓的忙 这是朝生死窟里转 越转越苦 我有说错吗 我没愿望一样 听我说 赶快觉悟吧 将世界忙碌的苦 转向佛家 求清净乐 人为万物之灵 就是灵在能够学到 学佛是人人的本分 各个皆要学佛 否则你就对不起自己 也忘做一世人 那是多可怜啊 修行用功 要能动能静 要动静皆好 如果你只爱静怕动 则如何能够在动中 做大佛事 普度众生啊 若只好动未静 则如何能入职静三昧 求定会解脱本 你们应该要动静兼顾 静的时候不显寂寞 正好自修加共德 动的时候不显烦躁 正好立他求福慧啊 依佛伐修 举步动念都含藏无量的好处 所谓好处 就是能令你少业障 得福慧 度身顺利 到最后 与一切众生同等离苦得乐 就尽原本福果 这种好处 你从哪里找啊 别的地方永远没有 只信佛教才有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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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允兔佛 南无阿允兔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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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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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彌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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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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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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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mit morte 南无阿mit哈佛 南无阿mit多佛 南无阿mit多佛 南无阿m prohibizione Sq 그래 Maj mon爱 Fu Lan mu amitofo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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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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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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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梁连雨 上庙下连老和尚开始别敌 要发心当下就要发心 一发心马上就要立行 不要说以后再去行 那没指望了 可怜广大众生的虔诚光明 就被这句话蹉跎了 要想尽重念佛能安然 功夫能相应 动众的佛事就要多发心做 待人自老给人自安 不许牺牲成就别人利益 这要从动中修啊 佛弟子应该精进向上 如果想生西方 要多发愿求生上辈 还要求生上品 不要只想生下辈就好 下辈花开 见佛的时间太长远了 你的亲人等着你们度他们哦 想要千人头上走 先要万人脚下行 想要在这个世界做一个完美的人 先要经过相当的学习磨练 木头想成为器具 也要经过千道万福 若想刻成佛像 更要是近视之功 不禁刻摩永远都会是一个木头 木头做成器具 只能供人使用 但是要出佛像 它就可以受千万人礼拜 所受的苦是不同 得到的代价自然也不一样 你要勇敢接受磨练 这就是赤得苦重苦方为人上人 赤得菩萨苦方能成佛道 在众生有八万四千成佬繁祸祸 佛陀有八万四千法门治疗 所以你们要放心 只要你们奉行这些法 不必等成佛才得到快乐 你能行一分就得到一分的快乐 你们能行到满分 恶业庆尽 善事圆成 你就准凡为圣 做事情哪有不难呢 连我老和尚做事 也有很多困难 虽然是难 但是我不怕 越难我越要做 越难我越要求观世音菩萨 能够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我救难 我有难思 菩萨慈悲保佑我 我做的事都是佛事 都是利人的事 所以我相信菩萨一定慈悲 保佑我圆满达成 不但观世音菩萨会持光加倍 十方祝佛都会持光加倍 你们只要是为佛法 为众生 不管有多难都不用怕 但是你们有事心沉静 不可蒙目乱冲 尤其要忍耐心信心 还要对人要和让 对事要承受 一切人事做好 借大欢喜 那将来的佛位 也等着你做啊 补食 不一定要有钱财 你出力出精神 以致你说一句好话 或是你见到人做善事 发个随使心 赞叹的心 这个也是补食 我们每个人做事情 总想要得到很大的利益 那我告诉你 你心 这要发得充足 要静静无畏 不要太爱惜 身体养成无用 要将它养成有用 才起得爱惜了 这臭皮狼 他生来就懒惰 怕做好事 还要令他造恶业吗 哼 无始以来 身口所造的恶业太多了 要好好多拜佛 求忏悔 使身心清静 还要多多修苦恨 行菩萨道 令他转成有大用 圆满福慧 加倍众生 发菩萨心 度众生 现在要发 将来永久都要发 行菩萨道时 现在是欢喜 将来永久都是欢喜 不要起烦恼心 没有不如意 降度身才能无限量 所修佛道才能圆满 否则你现在苦 将来永远都会苦 不要贪一时之难 以致你终身堕落啊 你们要为三宝 为一切终身多吃苦 你一个人吃苦 就能解脱终身的苦 怕苦怎么能广结人员 成就佛道 如果你能助人成佛 谁不向你顶礼自尽 出家学佛道 修苦恨 这是要做人不喜欢做的事 比如说清理厕所 担财运水 烧茶煮饭等等 你们先要广结人员嘛 这些事情不做 不赔福 想安坐在佛堂念佛 你也坐不住啊 所以万恨不论大小 都是要做 不可以懈怠懒 反躁忽果啊 不忍众胜苦 想度脱终身 那你自己要先好好修行 最底限度 你现在虽然无法度人 但是千万不能害人 诶 用道尽瞎人 那个是害人 若用财奢迷人做坏事 则更为恶重恶的害人 如果你要修行 办事有成就的话 你要抓住光阴 抓住良缘 抓住精神 抓住光阴 光阴就是命光 切勿空过命光 少了命光 如何有未来的光明 奋斗虔诚 没有虔诚 虚声浪使 是慢性自杀 要好员 好精神 不努力 也是活食人啊 讲了那么多 你们都是有智慧的人 只要时常在佛学上研究 就会大开圆解 我不是聪明人 是一个很笨很可怜的人 但是我很努力在佛法上自成罪求 什么样去罪求啊 多念佛 多拜佛 多为人效劳 如此自修 利人赔福而已 有福报才会开智慧 否则 翻开佛经 我也看不懂啊 看懂了 你还是要多为人效劳 才会有人缘 才会有人恭敬 才有福报 这一切要向众生身上求啊 你们要多多培养善缘 如果遇到善缘 这要奉行 要想办法逃离恶缘 不要因为恶缘而受苦 最不可的就是 明知道是恶缘 你们都不退被善舍 明知道是善缘 你却不勉力清金打成 佛号如何念得好啊 日常生活 事事都要做得好 少了某种因缘 你就不能成就 必须要将诸缘 具足 才能成就我们的大业 念佛 成佛 诸佛以苦为师 帕古不修道 永远不能解脱 应当找苦事来做 才能赔福与众生结缘 不与众生结善缘 你将永远寂寞 修行就好像逃难 在敌人尚未抓到你之前 你要赶快逃 业障未到之前 你要赶快修 若被敌人做到 就很难逃了 若烦恼摸现前 就难修了 这是我们常见的事 能不警觉吗 警觉不行动 又有用吗 你们明白了吗 必须要 枢极具体的行动啊 用功夫 越是到最后 越要精进努力 就好像倒吃甘蔗 越到甘蔗根越硬 越要好好绝 才能尝到它的甜美味道 如果绝不动 你就甩掉的话 那你永远都尝不到 最后的甜味 也吸收不到它的营养 肉体 乏身都得不到健康 惠命 那不是太可惜了 记住 你要用勇猛心 来振作客服懈怯 以静静心 来修持客服业障 放流出屋头日 有时候 我真的不是那么明白 佛法 佛法说好话 佛法说好话 你们不相信 魔鬼说的坏话 你奉为圣子 这就是颠倒凡夫 好话听不尽 坏话听了 你就奉行 这就是摩子摩孙 多么重的业障 我们要多求佛菩萨加倍 救我们出离苦劳 千万不要忘了礼拜佛陀 称阳圣号 做人 不要因为不圣言说错一句话 而令到其他人烦恼 也不要因为多说一句 或者是少说一句 令到别人心不安宁 说话真的要小心啊 应说则说 不应该说的 还是不要说好了 记得 别人有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欢喜称赞 希望他的好事会有成就 如果别人不好的事情 总是希望你们能够念佛回向 希望他们坏事做不成 这样你就可以保育你的善良心 掌养应得 否则万事不关心 变成应毒了 你们啊 不要只顾自己好不好 人家好不好也是很重要的 要令他人也好 指导人家就是捕食你的智慧 好心 这是你自己修福修慧的大受用 要有互助的心 否则你就会变得很阴间 那想一想 哦他好不好 管我什么事啊 这样不应该的 请大家发发道心 布施 结缘 修福报 一样可以得到快乐的 老是凡夫的心境 那你永远都是无福无会的可怜象 人家修福修慧 你还嫉妒 那你永远都是苦老 遭人白眼 要转凡夫心为菩萨心 见人修福修慧 要能赞叹水喜 那你同样可以得到福报 如此善用心 别人的福慧 也可以跟你分享 别人的功德 你也有分 何乐而不为呢 想福还要造福 不造福想用完 那就没有福了 前身修福尽细有 今生不修下世 发菩提心修福 这福才广大 才能福至心灵 心灵即能众善奉行 发凡夫心修福 这福不广大 只能令心昏迷 心昏哪能不做诸恶啊 世界福不离五欲 享受情欲 哪有心不昏迷啊 情欲咸水不能止客 要成就福慧善根 第一要断恶业 本慧开发 不断恶业 善根成不了啊 第二要修福德 有了福德之机 善根才能开花结果 福慧圆满如意啊 好了 有福无慧 那只是吃福 有慧无福 那只是干枯之慧 也是苦 所以大家要多修福 多修慧 福慧二人要充分的观等 前程才会无量圆境 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所想到的一点点 就以为自己很聪明 很了不起 见到三自四 清慢 补起恭敬心 补恭敬 如何学识到真理啊 想学习真学问 你必须要先从恭敬起 要尊师重道 得法才宝贵 你自不宝贵 如何学到宝贵的真法宝啊 记得必须要心传恭敬诚实啊 好了 当月账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要心坚定安静 虽然在历尽苦难 但是你们的心仍然要忍受得住 更要生大惭愧 勤求惭愧 不要怨对方人士 只反省自己的不适 业障自然就会没有了 有些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 但是不怕你罪业有多重 最怕你不忏悔 喜悦 身体就会清静 忏悔 心就会暗乐 千年暗示 一灯照明 所以古云 天大的罪业 经不起一个悔字 但至今而后 必要改进行为 叫人看得起你啊 用功 要有真功夫 否则不必要命中 才起颠倒仗 现前只要有一点点的烦恼来 就什么功夫都没有 这样怎么样抵得住生死大苦啊 当之生死大敌 你不战胜 他就会把你消灭啊 功夫要达到 要在病苦中 仍然能够有安身之法 到临死八苦交间的时候 仍然能定静 那鸟生死方针有把握 否则 只好仰求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迎接你 然而 南无阿弥陀佛 这圣圣号 必要把我的主念念不忘 才是真功夫啊 佛陀是心所成的 你也有心 佛心 众生心 本事平等 可惜福会不等哦 你不要只是依赖佛 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心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自己不承认 父母对你没有办法 你自己不了生死 佛陀对你也没有办法 我们心里面总会有七上八下的乱想 不容易想到做一件好事 你想到好的 赶快去急行 还要把它做好 当你发觉它不对的话 你赶快立刻停止 还要把它消灭 学佛道到底难不难啊 如果你烦情不舍 那真的很难 难的程度 就会令到你永远做不到 听我说 你烦情甩掉 完全依佛界 主归坐 那保管 一人修行 只有一人成道 千万人修行 千万人成道 你本是一个大丈夫 奈何怕难 不求长进 要想消除业障 增长福慧 情仆烧到的时候 没有障外 不但要立己 还要立人 不但要不胃苦 还要找苦吃 也唯有静静的修行 才能消灭 无死借来的恶业障 你吃亏 你吃亏 退步 眼前好像你输啊 但是最后的胜利 最后的暗乐 还是你啊 这种盛大利益 你不要 你要供送别人 请学一分少 赔三分得 那你就是胜利家 大赢家了 明知道你自己有坏时期 偏偏借不了 嗯 这就是反腐俗子的病态 豪杰之人 出臣之士 说揭就揭 不允许有坏时期 伤身害命的 别人对你不高兴 你真的要检讨 如果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好的话 你要接调 千万不要怨人 别人对你恭敬 你也要真诚的反省一下 何德何能 千万不要骄傲 我们虽然无福会利益人 但是不能不努力 增经得业 以利将来啊 若人金桌虚一间 身造横杀七宝塔 宝塔终有坏境时 一念尽心成正觉 大定都是从静坐之中得来的 你没有静坐的基本行词 如何得大定啊 佛法是实行之法 听闻后要实际的去学习 大致大福 皆从实习中得来的 有智慧之人 要多看佛经 多闻佛法 多多清净善知识 按住好的道场 多多磨念 如此佛会 可圆满成就 为佛教增光 主上扬明 当你个人有是非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你这脾气隐藏 忍耐下来 不要变 不要执着自己的道理是对的 能忍耐一句 使人心声惭愧共敬你 这就是赔了福报 也受人专敬 你们都是聪明人啊 请勉励令你他也会快乐 方不愧人道 何苦舍辞令人烦恼 你们学了佛之后 要以水洗心改变基督心 增加自己的福慧 血气凡夫的古老 要以和和心改良至是非他 成就一切人好事 千万不要破坏好事 自我则福啊 你们想不贪就要看破身外物 你们想不撑就要忍入 以示心量宽大 不贪不撑 何等的安详自在 有贪有撑 你能快乐吗 初出处守卫移 时时传道心办好事 烦恼业障就无法撑入 善神也时时会保护你 那福慧就自然都会跟上你身啊 你自己求解脱 也要度人解脱 如果你能化度一个人学佛 就可消灭百千劫来 嫉妒障外他人好事的罪业 修佛道要使身清静 身清静 心才可以不起颠倒 也要使心清静 心清静 身才可以引离七情六欲 那你快是一个无烦恼的人啊 要抓紧机缘 趁现在有健康的身体 良好修道的环境 又没有患难时 你就要赶快用功 不要等到受病苦 有灾难的时候才用功 那就太晚了 你自己总要勉励自己 总要提升自己 不能老是停在原地待死 停住就是退步 因为每个人都向前走嘛 就是乐舞 就是空锅 明白佛法 要以佛法来修才是真的明白 少了修行 只是口上明白 心还是糊涂 有什么用啊 记得 唯有静静修行 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 你不修 虽然信了佛 还是什么都得不到 佛陀虽然是大慈悲 但是难之懈怒 懒惰之人 自不努力 师长对你也无可赖何 利益别人要福慧 自修也要福慧 无福无慧之秀也不成黄论利人 我们凡夫无福无慧 那就要倚靠大慈大悲的佛陀 加持我们有福有慧 则我们自修利他 都可以顺利成就 说虽然入止 但是不可不自尽尽 诶 你有超市之大字 就不会受到情感之谱 又能度思 所以要利大字实行 你有过人的智慧 就不会受到邪见之谜 只能化道于人 故要深入境障 有些人的智慧 南无盼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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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尤其是博士之间 苦境特别多啊 那些我们不要理了 理也理不清 越理越乱 哎,不要说了 那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多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 解除一切那就好了 你挂名是佛教徒 却完全还是世虚凡人自情未改 自然得不到佛法的感应啊 得不到佛法的安心啊 又怎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呢 那你到哪一天才会有解脱 老是不解脱 难道你不怕束缚之苦吗 佛教徒要受三规 守五戒 掩守未夷 这是自立利他的第一步哦 如果第一步走不稳的话 下一步到无量步 又如何走得好呢 如何走得到家呢 跪戒就是生活的模范 修行就是要与生活年纪 要纪律化不能越轨哦 大家都已经那么大了 坏时期没有改 修道的时候 怎么会令道业静静呢 不静静忏悔 坏习惯又如何改好的 如果改不好的话 人家怎么会敬佩你 不能受到人家敬佩 那你太可怜了 你对得起自己人性的尊严吗 到底如何才会有智慧呢 我现在告诉你五欲心要轻 五欲心不除 智慧就被掩盖 所以坏时期太重的话 做个好人很难哦 学起佛来就不容易 现在听我说 要斩断五欲爬 想用功修行 却不把七情六欲斩断的话 戒也守不好 你想入真实佛法 你想真实的得到安乐的受用 我想这个是梦想啊 情欲是苦的根源 要无声使苦 就要斩断情欲根啊 怎样才算孝顺父母 除了恭敬供养以外 要度父母好好念佛 求生西方极弱世界 这是最究竟安乐的至上孝道 可惜啊 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 不明孝道之真谛 苦哉苦哉 季山之家必有余悲 真正爱儿女的父母 要多做功德 消灾得福 那才是真正利益儿女 将功德财留给儿女 这是别人抢不去的永久太平 你们大家常常都会认为 学佛很辛苦 我问大家 难道你们在家里不辛苦吗 你们世界上的辛苦有什么代价 就算你们辛苦有代价 能带去对治阎罗王吗 其实就算是大皇帝 也无法对治啊 有时候你们看电视 节目上面大多是蹦蹦跳跳 论打论寒 情情爱爱的 学道的人千万不要看 因为那些就是五成 看了之后会防外道心 阻碍粮食 上次命光 多么可惜啊 你们想替儿女做牛马 做到什么时候 你以为做了牛马 儿孙就会快乐吗 靠不住的 靠不住的 应该好好觉悟 静静休息 这是不看破放下的话 就算是年老百岁 还是无法修啊 好我现在问你 你在这个世界上很有成就 可是阎王老子请你搬家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搬到阴朝地府去 你那些成就能带去吗 你们很明白 万般带不去 唯有恶业生 赶快 赶快去修善业 带到西方去吧 你们耗尽九牛二虎之力 求世间宝 那个宝 那个宝不能令到你真正的利益快乐 相反 因为小乐而造大苦 佛法就不同 有无尽的宝藏 医德勇的有利无弊 这个宝财是真实的大宝 你还不知道选择什么吗 看电视的时间 你就可以拿来念佛 传家一起来念佛后 这是最宝贵的生命时间 将来同生西方 同德解脱 就没有合家分离 爱别离的一切苦了 否则大限道 个人东西南北忙跑 何处是安身立命之老家 佛法是这么好的真理 大家学佛法吧 要把看小说的精神来看佛经 把看电视的时间 拿来念佛拜佛 这样修行就够了 千万不要说你没有时间 不懂佛教正义的人 只看表面 以为出家人好清闲 他们不知道 学了佛事情更多更重要 不但出家事多 在家佛弟子的事也不少啊 你看哦 要建立佛化的家庭 还要应付一切人情世故 不但是事要做好 还要不防外自修 要是没有一点充奸自治 是学不了佛的 请勇敢学吧 酒肉朋友请你去吃饭 你说不去不好意思啊 哼 找你造恶业 你还说不好意思不去 学佛年有请你去参加 法会贡德 你就好意思说黄 家里很忙我 我真的不能去 我请问你 你是聪明还是愚蠢骗自己啊 哼 佛化家庭要和和 怎么和和法 一定要忍 不忍没办法和和的 忍就是要吃亏 诶 你不要有你 就不饶人哦 你也有错的时候啊 你在家常放佛号 你住的地方 就成为清净的佛堂 邻居闻了圣号 也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那么容易的功德 你不可不做啊 你虽然皈依三宝受了戒 但是 有没有好好意见奉行 你转眼禅穴 但你有没有好好参过禅啊 你研究念佛 那你是否有好好地念佛啊 真正念佛 参禅的人 到某一警戒的时候 自然念到一心不乱 参到明心见心 没有真正的羞耻 是不可能从自信中流入智慧 也不可能清净慈戒原尘 你喜欢看经 是否共经千诚的礼拜受词啊 你看经的时候怎么看的 外外斜斜的坐着 敲着大腿 好像看小说一样 将经卷在手中 这样看经方法是不对的 这样是不可能得到俗胜的智慧和果报 得不到的 那应该怎么样去看经才对呢 我告诉你 应当衣冠整齐 言书未以 端身振作 或是贵重 真诚自己 只能一旦 扩然贯通 大看缘解 妙伴无碍 度胜自在 共恨圆满 成佛是事实 不再是梦想的 你做到就能得到 做不到就是梦 那你自己想清楚了 学佛 只是要除 财 车 明 赤 水 的地域五条根 但是如果你用来求财 求明 求儿女的供课好 持事业法 钻多一点钱 对 这当然是人之常情 可是念佛 功德来求取这一点点的钱头 就好像用金子 宝石 来打一只小撮 那得到是什么 划得来吗 有很多佛教徒 来向我述苦 晚上他们失眠 哼 此时失眠不是正好吗 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拜佛啊 拜到疲倦的时候 倒在床上自然呼呼大睡 如果再次睡不着的话 只要心不烦躁 静静的躺着 也可以养神 令到身心暗养 最怕睡不着 性又不静 饭来复去 当然不能修养啊 白天精神不好 做事也没有精神啊 所以要好好的调心调神 再静静的拜佛 或是静坐 用这个方法可以治疗失眠 富贵的人不要坚贪 贫穷的人也不能坚贪哦 富贵的人想保持下一辈子富贵 那就需要共行不施 否则你下辈子就可能是贫贱 贫穷的人想除贫穷 那更要勉力不施 虽然无才可以深信贡献三宝啊 唯有藏心不施才能免于贫穷 而且可以得到永久的富贵 修好阴得好果嘛 到底如何才能够令到三宝九注尸呢 哼 法伐应原生 什么因赶什么果 就是要大家合力 拥护三宝 攻进三宝 间歇道场 令无量众生有收血的地方 活得解脱 若无生宝 赫丹如来佳业 那就是要发心出家烧农佛种 希望你们能赫丹做大佛事 得到大果报 请发愤向上吧 我们对财 赦名赤穗 要忍哦 你不忍 他就是地狱根 你能忍 拔除地狱根 就能得到解脱自在 所以 学佛道不容易啊 要舍掉凡夫最喜欢的欲爱 难怪学佛的人少 你们要知道 出家人是大丈夫 其实学佛的人都是大丈夫 不是大丈夫 怎么能学佛啊 人家所爱的 我们要舍弃 人家不喜欢的 我们要去做 好事与他人 恶事自相指 舍指利人 这就是实行佛法 很请大家做好 各自求福慧 努力利他人 功德自然归于我们 利益人好像是自己赐亏啊 此时 皇天不负苦心人啊 在家信众 要见谢佛化家庭 要过佛化的生活 早晚都要有课程了 不要和一般没有学佛的人 一样醉生梦死 不怕没有时间 就是怕你们懈怠啊 世界上的人 他们不懂得保养精神 在武欲上放纵 行为随便 导致精神不正 学佛人 你需要有静静的生活 如法的生活 守规则 有纪律 有规律 不放异就是有道心 有道业 有道果 如果 连这些规律 你们都做不好的话 你们还谈什么道心 道业 得道道果啊 只是口会说的人 应该在行为上面 也能做得到 那你就是政府会的人 好了 如果 就算你一天 赚到一个国家的钱 整个世界的钱 都给你一天赚完 此时 也不能够抵静坐 续一间的功德 不能抵念一句符号的功德 一 一 是世财 一 是促世功德 如何相比啊 永远不能够比较的 你们真的不要只求世财 而忘了功德之法财啊 世财有苦无乐 法财有乐无苦 一个人能忍辱 就是大丈夫 大丈夫才能顶天立地 运转乾坤 天则风调雨顺 人则护静暗和 不忍忍辱就是繁复数子 是天地间最可怜的弱者 遇事不顺 只怨天柔人 从不自省反观 改进向上 徒增苦劳 到布店是买衣料的 到食品店是买吃的 到寺院就是要闻佛法 羞耻佛恨的 不要跟师父谈事件的显示 那是对师父不敬容 师父也误了你 不把握良机 教导你学佛法 五戒不守 诸恶断不了的 菩萨戒不守 万恨秀不成 狂论成福啊 不能断恶秀善 只能获得佛法无上利乐 要自求多福啊 好孩子绝对不会让父母操心 好佛弟子也不会让佛菩萨掉眼泪 父母总是希望子女做好人 佛菩萨总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佛 你敢想如何啊 你立志如何啊 你作为怎样 总回答一下看看啊 我们能够有这个身体用功 这是父母所赐的 不能忘本 不能没有良心 父母尽在的时候 要回向他们征服手 父母不在的时候 要回向他们生西方 这是学佛的众弟子最重要的小道 类似的父母在山土里 你望我们得救 如果我们不力求解脱 又如何救度他们啊 不要学佛道 行佛事 度化世间一切人的父母 则我们父母自然得度 你们不要武断认为啊 鸡鸭鱼猪是天生给人家吃的 那是以强凝弱啊 你要知道你嘴里吃的肉 不是你过去的亲戚 也是未来的佛 他们都要佛性 只应造恶业而度为出身 若他们夜报尽 修佛道 将来也会决定成佛啊 儿女本是债 逃债还债 无债不来 如果你生个孝顺的儿子 那是来还债的 如果你生个忤逆的儿子 那是来逃债的 你不要怨天有人 要怨你自己 那是你全身欠他的 欠了债就要还 不要因为这样 又结下了冤仇 学佛的人要发 愿将东土十方节 敬重四方九品年的大愿大力之心 转人间成净土 首先要以轮场感情 化度家人 你不可以想我自己修就好了 家人随他们嘛 民主嘛 这是不负恩情的责任 没有慈悲心啊 要想自己的儿女将来如何的好 首先要陪自己的得恨 古人说 知善之家必有余情 口要说好话 生要行好事 一夜要清静慈悲 这三夜做得好 就有人品道德 有了人品道德 怎不会有好的下一代呢 大善人家 逼有好儿女来投胎啊 听我说 不论家庭社会有什么争执 忍一句烟消云散 退一步海阔天空 就没有是是非非 没有冤家对头 能忍能退 那在人间就如飞鸟行空 自由自在没有一切葬外 忍忍退者就是大利人 一个人去了我职就没有反复心 我好你怎么不好呢 在人我是非上稿 一切事情都随缘 不看别人的坏处多么好啊 看人家的坏你能好吗 我要向各位画圆 画什么圆 钱财吗 你们自己都已经会故事 不用我画 我是要画你们家里的小宝宝 做生宝啊 你不是想死后超生到一个善处吗 一直出家 九族超生哦 你送你的好儿子来出家 到时你就要超度了 这么好的事还不发心 那你不但坚贪也没智慧啊 快求大福报啊 学佛的人要自利利他 要发信度人 你度一个人学佛 成此功德 自己受寻师也减少账外 你无信度人 怎么会有福报呢 诺人发信度十人二十人 甚至一千人两千人 这样你修一年 就超过人家修十年的功德 多好啊 随缘随时都要做善事 无时无处 无事求福处 只有难多虽生如死 把世俗心放下 才能一心向佛 必定要自心多念佛 烧了业障 你就会放下一切成佬 是多快乐啊 佛教徒要不同一般人 除了要哨养父母 更要度父母信佛 令他得到解脱啊 以上的清凉年语 说得非常啰嗦 无非是爱之气 因此难免废话一啰啰 此时聪明人当然不用看了 可怜如我一样笨的人 就要多看 多学 多行多做 虽然不能达到万善圆满 总要坚决消除万恶清净 如果你们不想作恶 秀善 离苦得乐 那还是必要秀万善 才能断万恶 方人离苦得乐 万得庄严圆满 老和尚就讲到这里 万摩万玄神 万护千万卫山 大方人离酷 万能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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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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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能化死人口大 大能化死人口大 让我感知心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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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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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